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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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没有任何的一个经验 去进去博物馆 然后觉得看不懂 博物馆也好 美术馆也好 然后觉得看不懂 我经常看不懂 在生活里面 什么时候我们会 讲到说用博物馆的 这个概念来谈 最常听到就是说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古老了 应该要进博物馆了 那我们看到 上面的这个 这个是一个手摇的计算机 那个在场有多少人 用过这个手摇计算机 几少 可是你在一个博物馆 看到一个手摇计算 你现在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 你能看出什么东西 你就看到一个铁字的物件 在那个地方 可是你不知道它怎么用 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呢 在一百多年前它扮演过 什么样的角色 那可能在座用过算盘的人还很多 用过算盘能够执行的功能 大概比这个还要再强 可是为什么会发明这个东西 后来再演变到我们现在的 电子计算机到电脑 你单单看这个物件 你看不出来 那博物馆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让我们觉得 它只是在 典藏一个古老的东西 那你典藏一个古老的东西 那对我们现代 已经这么样子的科技发达 生活这么便利的情况之下 我去看这个古老的东西做什么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到博物馆呢 还会去看另外一个觉得很 珍奇的东西 就像这样子的一张图 各位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很多叫原住民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 各式各样的民族的人 可是你对于 真的让你去到这样的一个部落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担心 那甚至还传闻说 在地球的某个地方 可能有吃那个食人族 那会让你害怕 你不敢去冒险 那博物馆呢 把它们带到你的面前 而且让你很安全的来看到 所以呢 你就会觉得这个 具有一种这种奇异性 你会去看 那你把这两个架在一起呢 你会看到什么 就是一个时空的距离感 那时间呢 就是刚刚讲到的那个历史 古老的东西 那空间呢 就是来自于遥远的地方的那种奇异的东西 然后一起呢 放到你那个面前 那整个博物馆的展示呢 把这个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时空距离感 可是这个呢 跟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现在这样的一种高科技 这种便利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看这种 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地方的东西呢 那这个就是现在绝大部分的博物馆 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去看了 那经常没有感觉 因为离我很遥远 除非 那个刚好是我小时候看到的 就很高兴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用过 小时候用过 你才会觉得说 嗯 有点连结 那博物馆呢 你看那个三个字 博物馆 那个博的意思就是很多嘛 那物呢 就是物件嘛 所以我们到博物馆去 经常也会看到 类似像这样的景象 比如说这个是在介绍原住民的文化 那你就看到 做出那个原住民的这种 树像 可是你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树像 会带给你什么样子的 的一个 一个启发呢 这个大概这样的一个树像 大家可能都看过 那原住民呢 男性大概就会配 那个翻刀 女性可能是在 捣迷 或者呢是在做织布 那穿的服饰 你大概可以想象 大概是什么样子 基本上就是不会跟我们一样 可是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台湾的原住民 十六族 他们都是继续这样子生活吗 各位现在到任何一个原住民部落 你各位猜 他们会穿什么的衣服 跟我们基本上是一样 原住民会不会用电脑 会 会不会上网 会 我们所有会做的事情 他全部都会 可是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 你完全不会看到原住民 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生活 那至于像这样的一个景象 是在哪一个时代 哪一个地方 基本上也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现在去看一个这样子 就会把 做一个刻板印象的一种冻结 对于我们了解 真正的原住民文化 其实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障碍 或者像这样的一个景象 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 达物主的平板舟 那各位看到那个背后的那个景象 你会看到你穿着钉字裤 然后举着平板舟等等 那样的一个仪式 可是 各位 如果你去过兰嶼的话 你应该会看到 现在这样的一个景象 那个是核废料场 那我们在看所有的 有关于达物主的文化的 一个展现的时候 我们不会看到他们如何 跟这个核废料场来相处 你不会看到说 现在多少家里面呢 他们那个怎么样子 装电表 然后在那边吹冷气 你也不会看到 他们现在的住屋呢 基本上全部都是钢筋土泥土 而不会是在地下屋 那个第二章是 他们在做大船 下水点底的时候 要用芋头叫里芋等等 各位也不会看到说 那些芋头现在都不是当地种 都从台湾买过去了 那更不会去看到 现在整个兰嶼 大量的水泥化 不管说是那个所谓的野溪 被那个水泥给你抢起来 或者是整个海岸呢 被那个小坡块把它整个围起来 我们都不会看到 那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我们一直继续在这一张图 只看到这个平板舟 只看到他们穿的钉字服 在那边做个仪式 我们就会冻结在一个遥远 而不知名的一个过去里面 那对于现在原住民的了解呢 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我们在看博物馆呢 要能够来跳里说 博物馆它就是典藏一个古老的一个物件 像这样一张图 像这一张图 这个是铁路局呢 可能在某一个车站的一个陈列 我们当然能够判别的 大概是这个吧 这是什么 铁路便当 讲出铁路便当 基本上我们都是同年纪的 唯一还可以辨认的可能是这个 这是什么呢 以前那个票捡一个洞 捡票 这个现在都完全没有了 那完全没有的话 然后我们再来看待这些古老的物件 让你要发尸骨之忧情都不是很容易 那我们看这个东西做什么呢 所以这样子只是陈列古老的 或者是报废的物品的这样一个博物馆 应该让它过去 那我们再来看看 其实博物馆它可以有很奇特的一个特质 你把握的这五项特质呢 你可以做出非常不一样的博物馆 而且是在座各位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博物馆 那这样子来讲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好的博物馆 面对过去不是只是要保存古老的东西 而是那个古老的东西可以跟现在去做对照 然后来挖掘问题 挖掘 从透过过去的对照来挖掘问题 是为了面向现在的问题 面向现在的问题 我们可以揭露很多我们平时不会注意到的事情 透过对话呢 来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问题做什么呢 要能够面向未来 面向未来让我们有前瞻性 我们可以超越 最重要整个做出来就叫改变 如果我们去逛一个博物馆 你这个博物馆这样绕一圈进来出来 你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你就是浪费人生 那好的博物馆让你进去出来的时候 会有很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这才是一个好的博物馆 好 所以我开始来解释这五个 第一个叫非常性 那这个我们其实在台北这附近 还蛮容易看到的 像这个在哪里呢 三峡老街 那各位看这边这几张景 这个左上这边呢 这样的一个衣服 就是有所谓的民族风 那这个呢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可能会有人穿 但是基本上不会在大家的日常生活里面都这样穿 那这个呢 这油脂伞 那油脂伞很好 那你真的下雨天打这个油脂伞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 那这个在做什么呢 在做剪影 那这种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技术 所以这个老街上它所有的东西 并不是很奇特的 可是呢 它基本上跟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呢 会有一点距离感 你会觉得有一种时空 时间上面的一个距离 所以呢它开始形成某一种的吸引力 你到那边去的时候 你会把你本来日常生活的一些想法都放掉 你会开始进入一个觉得有趣的 不一样的一种空间 那好的博物馆呢 就应该具备这样的一种功能 那第二个揭露性呢 就是你要能够去好的博物馆要能够去挖掘各式各样 大家没有想到的问题 像这个呢 这个是在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六斗的一个展厅 叫台湾工业史记馆 一进这个馆 第一个打出来就是很多的台湾世界第一 因为这个馆是工业局出钱的 所以它就要求一定要有一个世界第一 可是大家都没有去问另外一个问题 这些世界第一 包括以前台湾做各种的电视机世界第一 或者是键盘 光碟 非常多的电脑周边都是台湾都是世界第一 像滑鼠等等之类的都是世界第一 那个世界第一理论上 你应该控制全世界的市场吧 可是没有一个例外的 做到世界第一之后就开始产业外移 那这个呢 如果好好去把它去讨论这个问题 会对我们现在的整个产业政策 提出一个新的一个想法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会缅怀过去我们曾经是世界第一 那现在呢 现在为什么年轻人是22K 好的一个博物馆呢 就是要能够来让我们来看到说 人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会去想要去掌握 你对外在环境有所掌握度 可是你对环境有掌握的时候 同一个时间你也会被掌握 好的博物馆就是要能够来揭露这些 你被什么东西掌握了 所以呢 包括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大家最头痛的大概就是环境污染 那环境污染 这么多年来成立了环保署 各地方都有环保局 那么多的经费下去 可是 我们整个环境污染 你们好好的处理了 各位只要上环保署的网站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数据 公害的这个 那个陈情事件 从2002年的11万件 过了10年到2012年变成两倍22万件 那这个我们得问为什么 那后来我听一位 那个环保出身的工学院的院长跟我讲 他说我们台湾的这个环保的事情 叫三分技术 七分政治 所有的问题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可是各位如果有机会去检查一下 所有做环境安全的大学的科系 没有一个大学的科系会去教环保政治 他不会去教你说 你怎么样子做环保 你怎么样去监测 基本上开了罚单 然后那个民意代表就有办法 把那个罚单拿掉 那这样环境保护做得下去吗 那这个才是关键嘛 好 那我们讲第三个叫穿越性 刚刚讲穿越性就是 可以把古今中外的各式各样都放在一起 好 上面这些古人大家都认识啊 好 那个各国的国父 或者是民权的这个斗士 可是这一些哦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推演 他们在努力在为民主奋斗 为国家而奋斗的时候 都被称为叫暴民 对于清朝而言的话 那个孙中山是不是暴民 是叛徒 是暴民耶 所以对于那个英国来讲的话 华盛顿当然也是暴民啊 那为什么都是由这些暴民 然后来开创了整个文明的 新的一个发展 开创了我们现在觉得 非常重要的民主社会 这个呢 好的一个博物馆 如果把这个各式各样的案例 把它结结在一起 去问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会给我们很不一样的一个想象 好 那我们这个穿越线 还可以来做一个古今的一个比对 我们小时候在读 了解台湾的历史 日本统治台湾就是压迫啦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压迫就是这个糖厂 这些糖业诸事会社呢 跟日本政府结合在一起 然后对于很多的百姓做压迫 然后这个还包括透过警察的力量 那这个在日本时代的警察 无所不能啊 一切都包办了 所以有这张的叫南无警察大菩萨 那很重要的是这一首诗 这个是梁启超在1911年 那个悟风林家 请梁启超到台湾来访问 那其中有两天 他到斗六的吴秀才家去访问 然后看到斗六那个地方 那个糖厂 那时候的那个糖业诸事会社 然后对人民的土地强制征收 这一首诗就是写说 官府为了替糖厂去强制征收那些 那个人民的土地 然后人民怎么样子流离失所 那不是抢夺喔 他还是有请给你喔 就是说大概原来一半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就叫强制征收 那这个各位有没有很熟 才不过我们几年前 从苗栗的大浦事件 中科三期 中科四期 到处都有国家为了 替这些高科技厂商 让他们有土地可以设厂 强制征收农民的土地 那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警察 那农民在这边这样子哭 有谁会理 他就说强制征收的钱 已经提封在法院里面了 领不领是你的事情 那这个做法跟一百年前的那些殖民政府 有什么不一样 一模一样 这个呢我们在博物馆里面 把这个古今的案例 去把它一起呈现出来 会让我们对于现在很多的政策 做很多的一个反省 好 那第四个呢叫智慧性 好的一个博物馆呢 能够把很多我们看不见的那个智慧 透过有形的物体去把它揭露出来 像我们要了解地震 那这个各位呢到 这个在台中物丰的地震博物馆 可以看到 它留下了当时光复国中被九月一地震 整个隆起的那个操场 然后呢透过这个呢 把地球切开给你看 里面的地心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产生地震 那这个在日本的那个神户 淡路的那个纪念馆 大地震的纪念馆 那那个志工呢 在实际做实验给你看 一个建筑的结构 你如果是怎么样这种结构 碰到地震它会怎么样摇 哪个会崩塌 哪个呢会比较安全 这个呢都是在让我们可以看到 应该有的这种智慧是什么样的东西 最后一个叫广纳性 这个最重要的 广纳性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 如果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博物馆 你就会发现那种权力的那种不对等 好 譬如像这张图 这个小时候我们在读到有关于原住民的文化 就讲说原住民会出草 出草是什么 太逃 那这个时候就讲说这些环纳 这都是野蛮 可是如果由原住民来自己做自己的文化的博物馆呢 他会跟你解释说原住民的这个出草 其实是有非常多特定的理由才可以去出草 譬如说他必须要证明他的清白 他如果出草成功就可以证明他的一个清白 或者是呢 他要替他的父亲兄弟报仇 他才可以出草 或者呢他怀疑他的那个妻子跟人家通奸 如果他出草成功 证明他的妻子真的有通奸 他有各式各样他们文化上面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理由 才可以出草 而不是随便就可以去出草 那这个呢 由汉人来讲 你不会讲出来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个机会 让原住民自己来做自己原住民的博物馆 甚至应该有一个博物馆是 由原住民的眼光来看汉人怎么对待他们 各位想想如果由原住民的眼光来写台湾史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台湾史 那有机会呢 我们以前在读中国史的时候 就看到中国这个 征讨四方开疆辟图 可是有机会我去看越南 河内的越南国立历史博物馆 他们整个越南的历史 他们呈现出来的就是千百年来不算 不断的受到中国的入侵 的一部血泪交加史 所以同样的道理 如果由原住民来写台湾的历史 一定会很不一样 那么 这种情况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族群 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做博物馆 那这个很重要 怎么样来自己做博物馆 好 那各位能看到这个地图 这个是六青 在云林的麦寮 下面是台西 然后上面是一个台西村 南边是台西乡 那这个是彰化大城乡的台西村 那每年吹南风的时候 六青的空气污染就往北边吹 那倒霉的又是台西村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台西村他们的子弟 那个 钟圣雄 然后许正堂等等 他们做了一个摄影集 这个很多都是因为 他们被这样的一个污染 然后得癌症过失 拿着他们那个亲人的遗像等等 意思就是说这个摄影集呢 是这个村子的人 跟这个 两个摄影者呢 他们共同去制作出来的 好 这个时候再进一步 台中的科学 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一个策展人 黄旭先生 他呢 把这些东西呢 带进博物馆去策了一个展 叫南风展 基本上是一个摄影展 可是呢 他把这个台西村的子弟跟整个台西村的村民 他们共同去呈现出来 他们对六青污染的这种控诉 在博物馆里面呈现了 这一个展呢 就是大家一起来做出来的展 而不是由一个人来做出来的一个展 那么 跟六青相对的是五青 那么五青呢 从二十五年前开始后进社区的这种抗争 这个非常非常有名 好 当年那个 秦政院长郝伯春 还去叶树五青 最后呢 就是决定了二十五年后官场 二十五年是哪一年 就是今年 今年年底五青要官场 那我们去读资料 我们看到一面倒的就是五青 对那个后进地区的污染 然后居民不断的抗争等等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 大概要看到这个资料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 那个只是讲整个历史的前半段而已 后半段的历史完全没有人讲 就是这二十五年来 五青呢 其实五青只是高雄炼油厂其中的一个厂 整个高雄炼油厂大概有二三十座厂 整个高雄炼油厂 他们怎么样子努力在做环保 因为这边一有什么污染抗争 他们就立刻做改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高雄炼油厂 他们有非常多的台湾 在环保上面的台湾第一 像这个 这个是石油胶 石油胶呢 它是很便宜的一个燃料 可是污染性又很高 那高雄炼油厂十几年前 就决定把它废掉了 这样子他们希望能够对于整个空气污染 做很大的一个改善 可是六青到现在还是继续用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呢 这个是台湾可能是第一个做废水 集中的一个废水处理厂 台湾第一个开始在做空气品质的监测 看到这个是叫低流的燃油厂 就是把那个流去掉 这个对于空气污染的 会大大的一个降低 那右下的这边呢 就是有关于这个污泥的这个焚化炉 六青的做法 基本上是把污泥去埋到地底下 那还有很多包括油水分离 很多的那个废水上面有油 那这个都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可是他们投下一百块钱去做这个事情 回收的有大概顶多一块钱而已 那这个是台湾第一个隔音墙 那这么多的有关于各式各样的环保第一呢 高雄炼油厂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讲出来 因为他们不断的被承受的就是说 他们在做环境污染 可是没有人去看到他们在整个环保上面 多么努力想要去改善 那博物馆如果能够把这个呈现出来 对照原来后进五青他们社区的看法 然后厂方这边的一个努力 才会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历史 那甚至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进一步 在高雄炼油厂里面 他们的老数是整个高雄市列馆的六百棵老数 这边就占了三分之一 那更不用讲他们还有非常庞大的这种日式宿舍 这个的保存很困难 南台湾那么的湿热 白蚁那么多 他们竟然可以把这个日式宿舍保存得这么好 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难得的 各位如果有机会 你会看到这个是炼油厂里面 还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产 包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的炮阵地 然后这个是来自于那个地层隆起之后的 这种海底的遗迹等等 然后甚至还有保二总队 表示在早年这个地方是国防种地 像这么丰富的一种东西 如果我们就年底把它关场 把它产为平地 那么台湾有可能的 像德国的鲁尔工业区就不会有了 那在座各位可能都会知道鲁尔工业区 这个是德国重工业之所在 然后197年代的时候整个完全废掉 那个整个环境非常非常严重的污染 德国花了30年去整治 然后后来呢 把它做出一个全新的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 现在是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最年轻的一个世界遗产 所以呢我们整个这样子来看下来 一个好的博物馆 你如果能够做到刚刚那五种特质 我们就有机会来翻转整个社会 不会让某一个单一的一个权利 某一个单一的一个偏见 然后来把我们做一个错误的引导 当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博物馆 各式各样的族群的声音都可以出来 整个台湾真的要来做到文化多样性 才会真正有可能 最好的一个博物馆 它能够成为一个社会运动基地 在台湾社会运动直接被等于抗争 其实这有点可惜 那好的一个博物馆呢 就是要能够来让我们来看到说 这个东西到底能够给我们什么样子的启发 要能不去想这个问题 就会觉得说原来博物馆里面都是智慧 而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 我是林从心 那人人皆可以来做博物馆 而博物馆呢都可以来翻转社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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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